HELLO 大家好我是旭雨 那我們今天要來分析的是 Alice World 決戰篇的幾位角色 這次的話強度基本上是算不錯的 那就簡單一下講一下這次的角色囉 Alice World的話這次總共是有 50抽70抽保底 那也有一樣是有出決戰篇跳卷 讓大家免費抽 那專業的轉蛋的話也一樣會共同 所以大家要注意 如果你想要聽到保底的話 絕對手持也要先抽掉哦 好那我們就直接來分析這次的角色 天變節省三神者 那這次的三隻的話是 伊血納奇 然後咒斯 以及奧丁 那神珠體力型 三圍是13550 6284 1533 黃星轉C珠 吸收紅色珠到解除為止 人類自身攻擊力提升 三圍合自身防禦力提升5000 自身誘毒 各150顆紅黃轉自身C珠掉落 那C界的話是給予單體超大幅傷害3次 到解除為止自身跟人類種族防禦力提升25 那被動一的話是破障礙跟防毒 被動二的話是自己受到點案的 受到傷害的時候下一個回合點案加1 然後被動三的話是 一回合連鎖10顆以上藍色珠 兩側角色攻擊力提升3000 被動四的話是自己兩側角色都是人類 人類種族角色以攻擊力200%參加一般攻擊 那其實這隻的話算是相當的不錯 那有強度然後也有特色 然後我相信絕對有一些 奧丁粉跟宙斯粉還有一些納奇粉 會覺得這個卡面相當的不錯 那我們來說說他的技能組 其實說句實在話我覺得以他的技能組而言 各150顆其實有點不算太多 我是覺得其實可以給到200左右 那因為紅跟黃其實是蠻多角色在搶的 就算黃珠比較少一點 但是有一個王者級的角色叫做愛因斯坦 就是卡了一個黃轉自身C的部分 但是紅的話又是水隊最愛搶的一個珠子之一 所以會變成說這兩個轉會蠻容易衝到別人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他的被動其實是相當的防人類 就是因為他的自身在前頭 旁邊一定要人類旁邊一定要人類是角色 然後再參加一般攻擊 那這個部分就是相當的比較難做到一點點 但是如果你如果有辦法做到的話 是可以完整的有一個完整的火力 所以這大家可以去看看 因為我覺得這個部分其實是蠻強的 就是我覺得會是輔助性質比較高一些些 我覺得輔助性質比較高一些些 這大家可以去考慮一下下這個部分 好那我們再來講第二隻 就是麒麟跟露西法 神族攻擊型敵方全體 攻擊型神族 然後三圍的話是645074132237 敵方全體剩餘減少50%傷害 去除所有射珠 兩回合藍綠分別變回紅跟前頭C掉落 那全角色C珠深層超大幅收檔 那C技的話是給予單體兩次超大幅傷害 那被動 那被動一的話是破傷跟破障害 被動二的話是 兩...自身在前頭掉落兩顆炸彈C珠大 被動三的話是自身在前頭時一次點按四五以上連鎖 自身攻擊型提升2000 被動四的話是隊伍內有提起角色 是全角色攻擊力HP跟... 呃...提升1500 那說句實在話 其實露西法跟麒麟的卡面也蠻香的 也不錯 那主動技的話也給的... 算是給的相當不錯啦 兩回合藍綠分別轉紅跟前頭C嘛 比較可惜的是這個是紅豬啦 如果是可以弱紅爆彈會更好 因為其實現在還蠻多技能組都是雙射轉 然後都是弱爆彈 像是驗刺俠之類的 有點可惜 因為像驗刺俠就已經是更強勢的一個技能組 所以會變成說其實兩回合有點小小可惜 但是當然啦 有麒麟就絕對是有他的招牌的... 這個50%的直傷一樣還是很痛 那打一些很硬的關卡大家都會知道 都是非常的強勢 像是之前的譜先生 就是強勢做球騎鱗 然後大家都知道那個50%多重要 這個會比較傾向是功能角的部分啦 因為這個50%直傷其實是相當的... 還是一樣相當的非常有力 其實就是直接扮起來可以跟人家玩 那其他的被動的話 基本上都是純粹像攻擊面向的技能 那基本上我覺得 被動3比較可惜一些些 一定要鎖自身在前頭 然後還只有自身攻擊力提升2000 如果可以自身在前頭 然後變成全隊攻擊力2000的話 我覺得可能會好一些些啦 那被動4的話 就是一定的隊伍要綁體力型嘛 那隊伍綁體力型的情況下 其實就是又有增坦增血量 因為一次就是加全部 所以等於是加6000 跟攻擊力跟血量 所以其實是相當的噁心 那我是覺得說就是... 如果要放就可能就一定要直接放一個體力型進去 就不要想說 欸為什麼不放這樣 因為放了就是直接再多6000的攻擊跟血量 所以其實也是相當的不錯 好最後一隻是... 雙陽神喔 太陽神 太陽神 天照大神跟拉 神族均衡型 那七七一五五 一八七四零一三 那主動技的話是 紅綠藍轉支撐C珠 傷害定時障礙轉 炸彈C珠 三回合黃角色 暴風激烈強化 點暗次數加2 然後攻擊回復防禦力提升2000 那被動1... CG的話是 Gear單體兩次超大幅的傷害 然後到解除為止 黃屬性攻擊力跟回復力提升20% 那被動1的話是 破傷跟破障 那被動2的話是 一回合破壞了15顆以上 傷害跟障礙珠的話 自身技能減1 被動3的話是 當神族跟動物角色在前頭是 掉落兩顆炸彈C珠 被動4的話是 當自己在前頭是 愛心珠轉愛心爆彈掉落 那其實這個角色的話也是相當的不錯 三回合暴風激烈強化我覺得還蠻好的 而且是CT6 我覺得還不錯 我覺得是真的還不錯 然後在一些轉版的部分 還算OK 就是轉小的C珠 然後又可以疊攻跟疊回 不過他這個技能組就是一定要配 第一個就是一定要配落爆彈的角色 然後可能要放一個落C的角色 去讓他的疊攻有一點比較大的效益 好像會比較OK 那這次的話 關卡基本上就是針對傷害跟障礙珠的關卡 做的特化的例子 這個被動2只要關卡 基本上很多的話 運氣好大概基本上 3回合就可以開一次技能 我是覺得這算相當不錯 那被動3的話就是 把動物跟神珠隊伍在裡面 那被動4的話是自身在前頭 愛心珠變成愛心爆彈掉落 那我覺得這個部分其實算 比較中規中絕技能組 因為第一他不是回復型 所以變成說其實轉這個也沒什麼 也還好 就是變成你轉的時候 會一些炸板的問題在上面 所以你就算直接炸板 頂多就是增加炸板能力 那對於石之上的幫助 我覺得效益可能不會太大 因為單點愛心爆彈 其實也不怎麼樣 那他這個的話可能就是 增加一些爆發時的傷害 會好一些些 大概就這樣 那今天整體來說 這個池子是不是算不差 但是因為後面還有 因為要過年了 那未來是絕對鐵定會有的 第一個就是文彩神 第二個就是水彩神 那目前還都還沒有任何情報 所以水彩神也沒有辦法做好不好 那文彩神的話是確定是 絕對是這次出完之後就會 絕版的角色 所以你這次不找他抽完的話 以後你也會沒機會抽到 那所以如果你是鐵了心要抽文彩的 那這次我覺得可能就是票券抽一抽就差不多了 那如果你覺得水彩其實應該也還好的話 那當然這個池子就可以稍微抽一抽啦 但我覺得其實不太適合抽太多 除非你對這個池子非常有愛 那當然是說強度絕對是不差 這次的強度其實是 而在幾代艾雷斯沃爾的系列裡面 我覺得算是比較好的一點點 然後因為這幾隻卡面也算強 尤其是那個路西法 啊這個路西法真實 啊 就是這個這個卡面其實也有稍稍也有吸引到我 所以我可能會考慮小小抽看看 應該頂多我也頂多抽個30吧 手持加票券抽完 就差不多是這樣 那如果你有比較閒石頭想要拼一點的話 我覺得可以拼到50抽啦 因為125顆就可以保一隻的話 當你確定你金石數量還蠻足夠的 那我覺得可以直接出來 因為反正應該有票券 那沒意外的話票券應該會出兩隻啦 應該票券會出兩張吧 我記得根據以前的衝刺都是兩張票券 所以基本上大概頂多頂多50抽啦 那如果你真的對非常非常有愛的話 才要考慮抽70 那今天的分析就差不多到這邊 那喜歡我的影片的話就按個訂閱按個喜歡 那多幫我分享出去 就這樣就囉掰掰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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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掰掰